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向各位播报 Parents, Beware Kawasaki Disease 支持我们 请在视频的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 我们向各位观众播报以下的新闻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今天的新闻内容主要有 一个是 法国首例川奇病 在开学前就去世了 一个九岁的小孩去世 现在开学的季节马上到了 我希望大家对川奇病要特别关注 尤其是有小孩的家长 另外一个是蓬佩奥祝贺蔡英文当选 另外精通中文的博民 也发了视频来祝贺蔡英文就职 新闻的内容 新闻的内容还有 中国牌 还有川普总统已经说 贸易战 这个贸易协定已经不重要了 另外一个是中概股的一个 瑞欣咖啡在复盘以后 那几乎就已经闪盘 散崩 好 让我们到这个新闻的具体内容来看一看 这里是海外黄恩之波 我们最近呢 收到一个 本地的一个 叫做本库School Board 发来的电子邮件 就说呢 现在很快 在6月1号左右 很多家长呢 都收到这封信 就是说准备复学 当然它里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说 他们考虑到 让小朋友 轮流上学 减少学校的人的密度 但是我们跟大家的前几天 已经连续做过三期的 关于川崎病发生的这些情况 从英国最先发生的时候 我们及时报道 然后呢 最近这两期也做过川崎病的一些 特别报道 包括它的临床五个表现的报道 那今天呢 我们再把18号 18号 巴黎发生的这么一个 惨剧 这个事情呢 给大家播报一下 目的是让大家对这个病要警觉 另外 作为BC省的法律 大家要特别清楚 按法律就是一定要送小孩上学 可是这是危险到你 子女的东西 那作为家长 你是一个监护人 所以呢 我们不要把最后的权力 全部听这些 没有任何医疗背景 然后呢 这些 这些专家 所谓的专家 所谓的医疗专家 又是听加拿大卫生部的 加拿大卫生部又是听 世界卫生组织 谭德赛的 谭德赛呢 又是听中共的 这里面很多的这些 谭德赛这个 讲的话 我们这一路以来 我是对他是完全不信任 因为他讲的话 前后都有逻辑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误导了全世界 可以说这次全世界流行 跟谭德赛的领导无能 或者说他吃了什么回扣 造成拖延有关 那我们看这个报道吧 回过头来 这是一个九岁的儿童 因疑发这个新冠肺炎 武汉新冠肺炎的川崎病 在医院里面去世 那么电视台 法国媒体叫做BTMTV 对他的家人进行采访 他的父亲描述了这个过程 他说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心红热 在采访的过程中 男孩的家长对记者说 大概他在去世前的三天前 他的儿子突然发高烧 随后整整三天 基本上什么都不吃 又凸又拉蟹 然后身上还出现了皮疹 5月2号 他和他的妻子呢 就带他去儿科 紧急去看病 那么医生呢 认为他小孩患的是心红热 于是呢 开始用了六天的抗生素 并且呢 告诉他们三天后再去复查 医生回到 医生让他们直接回家做法 实际上是太过草率 回家后 病情突然发热 然后他的妻子在给他洗澡时 他的眼睛眼摆突然向后翻 很快失去了意识 他当时就把小孩抱在怀里 试图了叫醒他 也就这时候 他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 而且全身无力 他们赶紧去叫救护车 也打了电话给消防员 在5月2号 小孩被送到重症监护的时候 医生通过采钞 确定了他的儿子患有穿奇病 在抢救的六天后 他的儿子在5月8号宣布死亡 男孩的父亲表示 医生后来告诉我 所有的症状都指向穿奇病 但他们也无力回天 他的儿子死于缺氧性的脑死亡 另外他坚持他儿子 生前是健康的 没有任何慢性疾病 血清检验 男孩为无症状的武汉肺炎 携带着 关于男孩的死因 马赛公立医院联盟 儿科重症监护麻醉科中心的主任 法布里斯米歇尔 在上周媒体对媒体说 男孩是出现了神经系统的并发症 还有一些其他症状 但这些穿奇病的症状都不是造成死亡的直觉原因 他的心脏骤停或许与穿奇病关联 但最直觉的死因是心脏受损造成脑损伤 同时马赛公立医院联盟也表示 男孩出现的情况实属罕见 他的症状严重 不过疾病不具有传染性 在对儿童血清进行检查的时候 医生发现在发病前几周已经发生了新冠肺炎 属于无症状患者 男孩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愤怒地说 如果在第一次看病的时候 急诊的医生没有让我们回家 我儿子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这完全是医院的实质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我一定会告他们到法庭去 这次穿奇病为欧洲的第二例 发生了第一例在英国 穿奇病死亡的是第二例 然后这个医院的医生呢 某某某教授啊 都是说 说了一些撇清的话嘛 他说法国呢是有120名左右 这个穿奇病 大部分良好 那么他特别提醒 当小孩出现高烧 消化到症状 比如说呕吐浮泻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 这地方我们要提醒一下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听到我们海外华人直播 那就必须知道 发烧 穿奇病是日本的名字 命名的啊 它的主要是免疫系统 引起的多器官的损害 而不是一般的 比如说它可以引起高热 高热一定是超过36度8的高热 通常呢会好几天 有的时候会超过五天 只要发烧 我们现在在当下你不要多想 首先第一时间不要想到普通感冒 先要往那边 先想到是不是穿奇病 作为家长 因为这些医生 也不是每一个医生 具有临床经验的 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些 门诊医生 他如果对这个病 没有足够的认识 或者说对武汉肺炎 没有足够的认识 你就一定要特别提醒他 而且要给他非常严厉的措施 如果这一家不行 马上去另外一个医生 记住不要 不要把自己小孩的决定权交给别人 另外 作为父亲 作为一个男人 一定要做好决定 有的时候 女的那些家长不会开车 她能够偷懒 或者那一瞬间一转念 都会引起 无可无法挽回的 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 刚才除了发烧以外 还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咳嗽的症状 不一定明显 不是像这个经典的 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 它会非常经典的 比如说咳嗽啊 还有那个 short breeze 呼吸短出困难啊 它到 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它可以有出现消化道的症状 比如说 它在消化道 它在口腔的舌头上 它可以出现草莓样的表现 而在口唇的粘膜 它也可以出现粘膜的溃难 那么你看到这个粘膜受到损伤 它的内部 也就是它的肠 比如说小肠 小肠的粘膜 它也会发生炎症 引起腹泻 呕吐 等等 除此之外 还可以出现皮疹 穿急病可以出现皮疹 皮疹是红 一红红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上面这个家长 他以为是玫瑰疹 玫瑰疹出现的情况呢 是一片红啊 还有呢 这个 有的时候是指端 是手指端 手指前面 手指端 它都可以出现红左 手指和脚指都会出现情况 这是因为它是免疫系统出现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多器官的表现 所以当它血管 肌底膜 比如说心脏 冠状动脉出现情况的时候 它要是治愈了 它可以形成动脉瘤 如果没有治愈 它可以突然引起 酸塞 引起心脏的停跳 这个小男孩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 这种发烧是可以引起 烧坏小孩心脏的一个病 这条我们 另外还提示一下 家长想到这个病以后 另外一定要问这个学校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现在可以复学 复学的指标是如何 真正的复学的指标 应该是整个省 或者这个地区 它出现是零感染 这个零感染至少达到两个周期 比如说 我们要是定在14天 每一个周期的话 就是 它至少要28天 但我们知道 它的潜伏期可以长达40天 按理来说要达到80天 才是安稳的 对吧 另外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武汉新冠病 肺炎 武汉肺炎的这个R0值 也就是说 它的传染力 是1比7 这个等于7 就是一个人感染 可以传染到7 它必须要降到 小于或者是等于1以后 它才能够在社区里面 逐步消退 所以在这个 没有降到这种消退之前 让小孩去 赌这个搏 或者是 小孩因为它毕竟来说 它不是拉动经济的一个力量 你不去 你不会 引起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你不去 也不会死 那现在为什么要让小孩去 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说 我本人是不同意小孩去的 可以 因为可以等 等到什么程度呢 我认为 比较理性的 就是要等到 第一 要等到 有免疫 这个 vaccine 其实我们讲的 只是疫苗出来 因为如果你小孩是聪明的 那耽误一下 耽误他半年 也算不了什么 但是 如果你匆忙上去 送他去得病 一旦得病 尤其是男孩得病 他还要攻击 男孩的睾丸 让他终身不育 所以不要冒这种风险 做好这个决定 另外不要听信 不要听信老师的 也不要听信政府的 一定要听信大自然 对大自然有所恐惧 也就是风火 雷电 这个记住 这个病也算是上帝 给人们的一个提示 在接下来 一个是要有免疫 治疾了 另外我们还要有足够的药 比如说 在没有药之前 就可以用 奎尼 我们讲的这个奎尼 这个药 新加坡医生发现的 他可以用这个硫酸 腔氯奎 这时候这个是很便宜 但是有预防作用的药 要用 明白不要听信 中国那些传言 中国又说 中国说是 刘双千里肯没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Jalice吃醋 吃谁的醋呢 吃路德的醋 因为路德 他有一个新加坡的战友 叫最先通过路德社 向全世界公布 全世界华人公布 也不是这个 他不是医生 但是他把这个信息 最先转达出来 用了这个 硫酸腔女奎 能够减缓细胞风暴 好 那我们讲了这个 很 这个 冠状病毒的重点以后 我再讲讲这个 今天早上 我们播了一条信息 就是 蓬佩奥 他祝贺了蔡英文当选 他称 台湾是世界上 一股善良的力量 为什么说它善良力量 因为台湾最先向全世界 告警 说 可以 人传人 人传人 中国大陆 首先是否认人传人 接下来 在 受到质疑以后 然后呢 就 半推半就的说 是 有限度的人传人 那么 世界卫生组织 谭德赛 这是一个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 我再提一下他 他呢 完全采信 没有独立调查 完全是 瞎说 首先他说 这不会人传人 然后呢 是 说 可防可控 也用了这种词 相当于中国 还表扬中国控制好 然后呢 还要说 不要对世界 不要对中国 采取 这个限制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大的 中意来的时候 最主要的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要对 社区 整个他的原地 进行限制和控制 如果你控制在一个局部 他今天绝对绝对 不会超过武汉 如果没有那个百步亭 他连武汉都不会超出 然后他又搞一个百步亭 万人 万家宴 为了 制造出一个虚假的 过年前的那种 虚假繁荣 所以这些 智力低下的人 或者是没有良心的人 完全不顾死 不顾这个 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造成 放开了以后 不仅是 全中国人民受害 全世界 两百一十几个国家 都在受害 那我们这个 讲的这个 蓬佩奥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美国第三大的人物 叫做国务卿 国务卿 并不是总理 不是中国的总理 但是他相当于外交部长 好 这地方我们再讲一个 博明 博明呢 他是 他也给这个台湾 发了贺电 博明呢 他是 用资政腔垣的 话 代表 美国政府 给他们发了 贺电 他是美国白宫 副 国家安全顾问 他呢 是 曾经是 一个记者 在 中国当记者 不过他在当记者的时候 曾经被中国的公安 还是国保 打脸 抢 抢这个工作的时候 受到很多骚扰 甚至是 殴打 博明呢 他不过他在这个讲话里面 他 赞赏了 台湾在疫情方面的杰出表现 在台湾从2003年SARS中 吸取了重要教兴 并在冠状病毒疫情之前 就应用了之前的经验 结果 不言而喻 台湾的学校 仅仅是关闭了两周 在2300万的人口中 台湾少于500人的病例 就是440例 而大多数是输入病例 台湾的经验 全得全世界学习 again 再次说 在台湾 取得最大胜利的一个过程 和关键 就是不要让小孩上学 今天我特别在这个视频里面 给大家能够听到 这个海外好人直播福音的一个关键 我将这样再次 再次向大家呼吁 就不要送小孩上学 因为我们知道香港 他之所以 能够在中国有这么大冲击的时候 没有很快 很快播上开来 就是最早时间关闭了学校 让小孩不上 就是学习台湾经验 台湾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么新加坡 也是学习 这个不要让小孩上学的这个经验 当然新加坡 后来就是因为 这个移工 他们的移工 是他们的一个短板吧 结果在这个地方有遗漏 结果呢 造成爆发 差点爆发 应该这样说 在接下来 博明先生呢 他就说 美国将继续和台湾交流 同时敦促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在挽救人的生命 至于政治考量之上 他指责啊 因为选择人民的自由 而非政府的压制 美国期待与台湾紧密合作 展开广泛的经济 文化教育和安全的合作 通过合作 去实现美台 共同利益的价值观 这是博明先生 他是一个精通中文的 真正的支中派 不过现在的中国支中派呢 都是那些左派的媒体 好 这地方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去中国化 汹涌而来 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们知道 美国从多个层面上 跟中国已经杠上了 比如说 他的5G 现在通过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圈 这时候 再把这个台积电 也纳入 台积电 所以呢 他们有个要求 就是所有的 像华为5G生产的东西 必须要经过美国的 同意 所以 台积电 他也拒绝了中国 差不多7亿的订单 那至于在 因为台积电是在台湾 是绝对的绝对的 龙头老大 他是为华为提供 主要芯片的一个厂家 他是上游的上游 顶端的顶端 如果他 不搬华为了 下面 所有他为这个台积电 提供 产品的那些下游 或者是配套的 统统也要 一起关闭 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 所以路透社说 他们面临的这个情况 就像任正非讲的 高端制造发展不上去 低端制造 又向东南亚外移 那么中国制造 世界工厂的地位 还能站得住吗 这是任正非先生 啊 这是中国的一个企业家 是这样说的 好 这个谭德塞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谭德塞 他在推文上 写了一个 叫做gratitude 就是感激的意思 在世界卫生组织上 他有这么一个留言 gratitude 就一个字 结果 大家就讽刺挖苦他 有人呢 就写了一个字 叫resign 就辞职 然后也说他无能 叫impetitude 有点像那个impetent impetent就是扬尾了 对吧 impetitude 如果我送给谭德塞 我就送他说impetent 扬尾 impetitude 是无能 然后写了个人民币 就是谭德塞 拿好处 这是网友在上面留言的 那么还有一个英国保守派的一个政治家 叫做罗杰斯 他呢 就写了一个字 叫做感谢台湾 他说 i'm grateful to Taiwan for warning of coronavirus 19 and provide generous donation of PPE 就是说他个人感谢了台湾 向全世界呢 糟糕了这个武汉肺炎 同时非常慷慨的捐献了个人防护措施 Despire being excluded and ignored by WHO 就是尽管台湾呢 被世界卫生处置排除在外和忽略 我呢 确实特别感谢台湾对世界呢 警告 另外呢 慷慨的捐献了个人防护措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都在打中国牌 就是说这条新闻的意思就是 两个党就是轮番的就跟中国划情界限 另外川普总统呢 就说他不想跟习近平通话 扬言要和中国切断关系 这篇文章 他在那边说呢 后面他是最关键的结尾 他是这样说 他说尽管现况对川普不利 拜登呢 没有多少优势 失去了美光灯的焦点的 拜登难得上镜头 然后要不是 要不呢 他到了镜头上面也是说错话 急错事 要不呢 就是被前助理指控 性轻扰 立场过度温和 缺乏政见 让拜登呢 难以得到年轻人改革派的心 这些人呢 或许不会转向川普 但是这些人更可能选择不投票 让民主党今年 依旧是只能 在外遥远的望着 白宫 裸圆形的办公室 言下之意 没得说 川普总统继续辽任 另外我们前段时间 也报道了 就是海外环直播采访 王牌风水 AS风水.com的方宝杰先生 方宝杰先生最先呢 在川普第一届的时候 他就 用一金 普挂 普挂出 是川普总统当选 而非希拉里 那第二次 他又不挂 也是说 川普总统将个连任 不过现在事态发展 肯定是要 川普 很可能是继续连任 这是川普总统呢 在这个新闻上 已经说了 他说 美国 做的 最好 中美贸易 已经不重要了 这是他的这个会议里面 现在因为贸易战都打了嘛 这个确实也不太重要了 已经 差不多都变成 经济战结束了 恨不得派军舰去了 这种 这种 都已经搞了太空军的这个程度 这个 这个贸易战已经算不上少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瑞兴 中国一个咖啡店通过美国 上市的 现在几乎呢 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谁投资这个瑞兴的 几乎没有戏了 好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始终不办高盛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